我们英语薰华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汤丽雀目前的位置呢 在呢我们呢南投府里的横极宫哦 大家知道吗 我们12年才一次的 横极宫的这个法会 齐安清教大法会 要特别介绍给我们英语薰华的观众朋友 那他的主坛呢就在横极宫 那我们现在目前上画面看到的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坛 除了主坛之外呢 有东西南北四个坛哦 这个的话呢可以说呢 相当的呢具有呢 这个道教的一个特色哦 所谓呢这一个醉酒呢 它的一个含义呢就是呢 希望呢能够呢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仪式 能够将呢我们呢 这个2020年呢 不好的浴室哦把它赶走 尤其呢在2020年呢 我们知道全球受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哦 可以说呢大家呢新森林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们呢这一个呢我们呢这一个呢这一个呢 我们呢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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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是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宗教仪式呢能够呢把呢 不好的御师呢透过这样子的宗教仪式呢把他赶走 好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哦在这里现场呢哦 这里的话有用的面线呢好做成的呢这一个啊 透过面线做成的好这个龟哦 哦然后呢在前面呢哦你看启起如生的哦这些动态的哦这些呢啊 啊这些呢啊人像啊在呢这个12月5日礼拜六呢哦有放水阵的活动 那12月6日呢呢礼拜日啊下午一点钟就会开箱幅度 那在呢礼拜天呢也有呢明星呢哦的这个演唱会都是在埔里 那埔里呢已经成为了埔业城了哦这两天我们都是20个小时开放 迎接各地来的这个幅度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法社 那这也在呢我们呢这个团团 epileپ筏啊来送亲哦 来呢为呢我们所有的呢哦这个室里的证明们呢呢来呢祈福 来大家不要来跑进去看 你看这个呢这边自己搭着这个水池哦也是 就是非常的典雅 非常的美观 大家看到了我们政坛所写的福里镇 庚子年齐安子昭请教法会的南坛 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四大坛之一的南坛 然后每一个地方 你看一下节节高升 然后这些动态的这些花灯 可以说是栩栩如生 尤其在晚上达罗过来 灯光一亮 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在前面 它也有这种花育的蓝蓝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花育的蓝蓝 这个是绣球花 所以再请大家告诉大家 欢迎赶快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我们不离 相信是不需此行 谢谢我们英语新闻报 记得汤丽雀呢在补里呢 我们呢 这一个恒吉公为您做的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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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